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是谁 吴亦凡和蔡旭坤水高 世界上最快的东西是什么 POA是什么意思 龙虾壳是属于哪类垃圾 黑洞是什么 Robin是谁 百度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李燕彤 为我们带来演讲 一个完全可以凭才华生存的人 一夜之间在中国创造了八个亿万富翁 平时都用百度吗 小度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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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呢 我这个人天生又喜欢新东西 喜欢挑战 我们在五年前六年前 就开始了大局地投入这个人工资格 百度约显然他是一家议实用法的一家公司 我还比较规律 我一般就是12点左右睡 早上6点半起来 我是一个确实花很多时间去听新闻的人 你别说 我打开来 我这样一直就听下去了 这显然是我感兴趣的内容 装了好多 应用量比较大的 我都有 现在的算法 它确实就是试图在取悦一个用户 那么算法的好坏 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用户 花了多长时间来消费这个内容 它就是第二天再回来的这种概率 有多大都是在优化这些东西 那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 不好 这样不好 会 会把人搞得非常分裂 就是会容易让人去走极端 你可能很轻易的就会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你回忆一下你自己到底学到了多少东西 其实不同的产品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更希望让我们的用户知道这个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而不是说我看了之后我很解气 我看了之后我很兴奋 就是这个不是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的东西 这人比以前多了好多 但是场地比以前小了好多 都很熟悉啊 都很熟悉啊 就是这些 对名湖 周边这些个树啊什么 这都是上百年的树 所以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当时应该是参加了一个合唱团 那会儿北大这个90周年校庆了什么合唱团就要演出嘛 《欢乐女神》 《欢乐女神》 《欢乐送》 《欢乐送》 对 很多方法就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 学到的嘛 从山西东部小城洋泉走出来的工人家庭的孩子 一直有着学霸的光环 第一次意识到环境的局限是在高一那年 满怀信心的去太原参加编程大赛 却名落孙山 等到考试结束之后 我到了太原的新华书店 我一进那个新华书店我就惊呆了 因为它有好几个书架 都是有关计算机编程的书 而在阳泉 我能够看到的有关所有有关计算机的书 就是我上课的时候用的那本教科书 在信息在资源面前 太无平等 如果有一天 所有人能够平等地获取信息 世界肯定会变得很不一样 这样的想法直至去美国留学 都埋藏在心底 李彦宏的学生时期 是美国人对中国还支支甚少的年代 我们系以外有一位教授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至今还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的互联网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信息 没有信息 不正是最好的创造时机 你要说总体的这种技术水平 真不敢说是比人家要强 但是我想了想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我们离中国市场近 我们对中国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们更清楚 我怎么样能够充分地利用我们对市场的了解 做出来比它更好的一个搜索服务 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这事是可以做成的 一个周末到我家里去 我跟大家具体讲一讲我创业的项目到底是什么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也就是比较正式就先拿出一个NDA来 就是这个保密协议 我说你先签了这个 然后我再告诉你我想干嘛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想做一个这个中文的搜索引擎啊 什么什么 他很快就觉得说被打动 说想一起干 产品经理应该就是Robin Robin他没有为第一个版本贡献过一行代码 其实他到百度来之后呢 就没有写过代码 但是当年他在硅谷的时候 在Inverseek的时候 是非常出色的工程师 因为我在硅谷的时候呢 就是服务于一家搜索引擎公司 我在那写了不少代码 回来来创业呢 我并不想就是在知识产权上 有什么就是解释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我是刻意的就是控制自己吧 没有去写任何一个行代码 我是带着一批人让他们来实际的做这个工作 1999年 李彦宏等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专家 受邀回国 参加新中国50周年庆典 感受到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 对互联网技术的迫切需求 三个月后 李彦宏登上硅谷的飞机 在北京创办了百度 Robin是1999年圣诞节回国的 回国第二天呢 就在BBS上用英文发了一个招聘启示 估计我们这几个人 都是看了那个招聘启示 认识的他来的百度 超出我预期的 就是珊珊他们这一批人呢 真的是很争气 确实是在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呢 就把这个中文搜索的一个技术开发了出来 它的响应速度 它的相关性等等 远好于当时这个市场上 任何一个中文搜索的服务 我们几个还是学生 七个人的有四个是学生 学生呢 白天就不能过来工作 开会呢 就是晚上八点九点十点 然后还要连条 搞不完的话就到夜里 我们的天水轮投资呢 是120万美元 我们用这笔钱四个多月 就把第一个版本做出来了 但是我们的下一笔融资呢 是直到八月份 才到位的 如果这笔钱一直拿不到的话 我们当时很可能就得清盘了 其实我们整个网页库也被误删过 那是我们自己的误操作 把所有的网页全部都删干净了 是工程师你就能知道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故 当时人们在搜索框里头 如果输入一个词 三秒钟之内不出结果 他们觉得很正常 要等很长时间 如果说出来的结果说 正好是你想要的 那会非常的兴奋 跟现在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百度做搜索的时候 我跟他们提的就是说 必须一秒钟以内要出结果 因为当时是互联网非常早期的时候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 制胜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用户体验做好 它不像今天 今天因为已经跑出来那么多成功的产品了 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了 但是在当时这还不是常识 我后来才知道 有许多事情其实不那么重要 有许多事情非常重要 比如说能够比别人 能稍微快10% 20%的 乃至1%的响应速度 你就已经其实是胜利了 但是这一点我们并不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把一些 就是网民写给我们的邮件 打印出来 贴在办公区的墙上 让大家看到 这样可以激励大家 我做的东西你看 真的是能够make a difference 有个1414 有个1417 一开始是这两件 后来又是1320 后来像这些地方 我们也和我租了 说踩着那种滑板车 就是因为这儿离内部比较远 我当时还有点surprise 就是说他们都挺注重 锻炼的 像我在美国的时候 其实没有养成锻炼的习惯 但是我们这些同学说 一定要有一个活动的时间 因为平时工作太辛苦了 要保证身体能够吃得消 敲门啊 不太合适吧 我们有跟他们讲过了 你好 过来看一下 你好 你好 对 我们拍一下当年创业的这个情景 对 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 还是挺怀念的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比较随便 我第一次见到Robin的时候 好像他做了一次 在中国把百度开起来之后 第一次跟媒体的一个沟通会 他当时呢 我能感觉呢 就是特别热情的想向大家去介绍 就一个中文的搜索引擎 对吧 就他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东西 但客观的讲 当时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没有太听明白 就是他要做的这件事 在这件事情上来说 我觉得Robin可能在当时是最优秀的这个人 我只是隐约地觉得 他有一些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 我大概是过了20年才知道 原来是他那个时候 就拥有了最早的一批大数据算法思维的人 如果是百度再早一点回来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是跟那批门户网站一起能够起来的 百度回来的时候 门户网站都已经很强大了 最初 百度的服务对象是当时互联网的大佬 新浪搜狐这样的门户网站 正值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 各大门户遭遇融资紧张 不愿意花大价钱支付搜索服务费 百度也不愿意只是欠在人家首页里不起眼的小方框 我们既追求最好的用户体验 又想做优秀的后台技术提供商 事实证明这两者之间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后来呢 Robin就毅然决然下了个决心 我们就不在后台了 我们自己走到前台去 我当时就跟我的这个合作伙伴讲 我说如果我们走这条路 我可以看到一年以后百度是什么样子 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说我们当初放弃了那么多 忧郁的这个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 我们不是为了苟言残喘 我们是要想做一番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业 这条路做下去一定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业 基于这样的考虑 李岸红决定 让百度以独立搜索引擎的形式 直接向用户提供服务 就是当时相信这个的同事 他是非常激情澎湃的 就跟我们说 不出一年 很快我们每天的收入就会超过一万块钱 当时就觉得这个数字真是太大了 天文数字 那时候根本不会想到后来 日均收入还能超过一百万 一千万一个亿 完全不可能想到 随着业务急速的发展 最初这个小小的创业地 很快容纳不下公司的迅速扩张 我搬理想的时候说 我大概三年能够人员涨三倍 那我还是成了下的整个理想 我们做了一整层了 大概三千平民 后来不到一年就做不下了 在2002年大概就是用了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做了一个比较著名的闪电计划 就是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的中文搜索的这种质量要赶超过多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说 我们这些人跟全球最优秀的人去PK的话 到底有多大的胜算 对吧 有没有胜算 会不会被灭成渣呢 对吧 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逐渐意识到 我们在家里 就是小公司 确实有小公司的好处 对吧 就是我们 其实更专注一个事情 对 我们其实是以命相过的 而大公司的话 可能只是它的一个 巨大无比的市场里的一部分 那个时候的美国公司 它觉得全球的市场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我只要开发一个版本就够 当时全球互联网的 这种网页的增长速度 可能每年涨个30% 50%的样子 但是中文网页的增长速度 每年可能是200-300%的增长速度 所以我就要求我的团队说 我们的索引量 必须每年增长两倍三倍 这样去涨 一旦时间积累起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 百度索引的中文的网页数量 是超过Google的 时间越长的话 这种差别越明显 那你技术再好 你没收入这个网页 你还是查不出来 对吧 所以类似于这样的道理 去给大家讲的话 大家就明白说 确实我们有机会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基本上不眠不休吧 我那时候 我把租房就租在公司旁边 就是旁边也就走路 也就两分钟 经常是夜里也就不回去了 然后随时都来公司处理问题 发现我们跟Google的距离 越来越近 甚至是超过它 然后拉得越来越远 这个过程是非常兴奋的 最开始是每一屋量提升一百万 吃个饭 后来太平凡了 我们就提升一千万吃个饭 后来就不吃饭 Google eventually agreed to create a Chinese interface but that would get in such a way of the Silicon Valley centric way of the world where one platform would serve the world and that ego centricity would have caused every American company to fail in China 回想起来 百度大搜索25个人做这个产品 上市那么大市值 能够一年有那么多收入 真是个奇迹 从第一天起 每一个员工都有股票期权 但是没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会值钱 大家只是觉得 这就是像一个宗教仪式一样的时候 给了我们这么一张纸 2005年的百度 一边在向上市进军 一边又在说服投资者放弃被收购的方案 当时的华尔街 中国公司还是廉价的代名词 李爱红不能无视投资者的利益诉求 只能用报价为上市争取条件 我当时用的一个词 我说百度是一个青苹果 现在还没有成熟 我们不应该卖它 投资人的诉求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我要赚钱 对吧 所以我不能说 我有一个什么理想 你不能阻止我去实现这个理想 更多的还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 来说服他们 当Google表达出了对百度的兴趣 就是收购百度的兴趣的时候 那投资人就一定要来跟你理论理论说 你为什么不买 现在这个价格这么好 我就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空间 现在买一定是买便宜了 那后来投资人就说是 什么价格就叫不便宜了 你说一个价格 我们回去跟Google说 后来我想了想了就说 既要能够让人家觉得说 你不是胡来的 又要能够判断出来 Google不会出这个价格 那我就要说这么一个数 20亿美元的报价 李彦宏赌对了 谷歌拒绝了这个数字 百度还制定了纽卡计划 成为第一家使用该计划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 实际上摆脱了外国资本对中国公司的控制 最终敲钟的百度 股价从发行价27美元 到第一笔成交价66美元 一路飙升至151美元 我觉得这个成功 是大家一起的努力的结果 不是我们个人的结果 不是我们这个 不是我们这个上市 是整个百度 你们大家创造的历史 你看 中国带来了骄傲 谢谢你们 百度的上市经历 对整个国内互联网企业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不仅一举打破了 中国公司就是便宜货的偏见 更鼓舞了很多后来的中国公司 走上独立IPO之路 3G带来了上网速度 大幅增加和资费的下降 移动浪潮涌动 全新的互联网移动生态 兴起 现在就是完全公开的 互联网上的内容 其实不仅不再增长了 还有萎缩的这个趋势 如果你不能够建立一套 属于自己的这个 移动的内容生态的话 那么将来就会出现一个说 不管你的技术有多好 没有内容可索引了 那你用户来这儿 就搜不到东西了 所以这还是一个 很危险的趋势 现在就是随时随紧拿手机 到处再游走 对吧 在内容消费或信息消费这个层面 我觉得确实比原来要浮躁的很多 你今天再让一个人去读一篇 非常有深度的文章 我都觉得他根本读不下来 他做的最多的动作就是收藏 他不会去读 对吧 其实是找一个心理安慰 他把文章收藏完了以后 他还是去看那些多顽强的东西 原来就是互联网 就是纯粹网页的时候 我上一个不同的网站 我得重新注册一遍 填我的这个信用卡号码 这个各种各样 很繁琐的这种步骤 才有可能最后下单去买一个东西 今天在这个APP这种生态里头呢 其实很多东西你早就都打通了 用户从他需求的产生 到最后需求的满足呢 他不用离开这一个APP 就可以完成 我觉得可能现在 就是最彷徨的事情 如果所有的人都用的是这个APP 搜索引擎就没有用出来 2013到2014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大规模的向移动转型 就是公司的资源呢 从PC往移动再转 那个时候定的这个指标呢 就是说我的移动搜索量 要能够超过PC的搜索量 这就说明我移动这个转型成功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其实还公司里头还是有一种比较乐观的情绪吧 觉得说我们移动时代的转型 已经算是成功了 以后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怎么样把搜索这个市场做得更大 甚至去做搜索以外的事情 我觉得对一个理科生来讲啊 最好的状态就是这个世界是清晰和结构化的 这样呢 它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工程问题来去解决 但是现实中呢 这个世界都是复杂的 它中间很多非结构化的 不清晰的 模糊的 灰度的 这些东西我相信是对理科生最大的挑战 做错的事是很多的 因为不停地在变 因为总是有新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之神能够一眼就看透 终局到底是啥 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慢慢慢慢这个市场就会筛出来了 哪些是真正有用的 有价值的 哪些是为需求 那些就应该牺牲掉了 很多确实不是的话 你是不知道的 是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它是创新 无法绕过的一步 就像我写文章 我相对比较中意的去分析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跟用户之间 其实是很冷淡的这种关系 而恰恰当你教会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我所有内容 我都在网上免费得到的时候 我是不愿意跟你去打赏的 而搜索 搜索还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工具 基于用户需求的变化 百度变换面貌 呈现在页面的 也许只是用户都没有察觉到的微小变化 其实所有的复杂 都隐藏到了后面 只帮助人们得出简单的结果 in general 我是against这个的 就是我认为 搜索框架不应该放任何东西 无论如何 不要干扰用户 主动表达它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一个策略的调整 然后使得你刷一屏 信息流的时候 那些内容发生变化的时候 其实搜索很多时候 他能感受到 他说你们肯定调策略了 就是因为这些地方 我觉得有变化 然后我们就回去看确实是调策略了 就是他在这方面就非常敏感 就是非常敏感 即使是知识性的东西 也不像以前教科书或者报纸杂志书籍那样子 那么固定的这种形式 它越来越生动 并不是说门槛低就是娱乐 对吧 你知识也可以降低门槛 如果我们能够把知识的门槛降得更低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意义会更大 那我们除了这种技术的这种基因之外 更多的还是说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人获得信息 能够学到东西 我们历史上做的很多都是对用户的这种认识世界 然后就寻求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比如说像做的这种百科知道文库 然后尤其像搜索这种 真的是解一打货帮着办事 所谓生而不同 我到底喜欢什么擅长什么 我来到这个世界想要改变什么 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把它想清楚之后 正同这个理念的人就在这待着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 我觉得也就够了 没有一个公司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我们也不追求说 在每一个方向上都一定要怎么样 他最早的那个使命上 就是让每个人平等的获取信息 找到所求这点上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社会价值 而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基本上实现这一点 在国内各大互联网公司之中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你对春晚的力量一无所知 截止到23点 全球观众参与百多APP的互动 已经累计达到了137亿次 我们扛住了 对于我们这支团队来说的话 最大的意义就是 我们真正的证明百多的工程能力 仍然在国内 在整个行业是手去抑制的 我们扛住了过去几年 有商门要扛住的最大的扭量的高峰 春晚红包这个玩法 排名在前的每家都有玩 但是扛住了没崩盘的 唯有百度一家 那么在过去几年的最高奖当中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获奖的团队 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技术部门的同学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技术是我们的信仰 技术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百度走到今天 是因为我们信仰技术 我们觉得技术可以改变世界 百度从第一天起 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你信不信技术能够改变世界 如果你能够改变世界 那你就值了 百度作为一家 在技术上有优势的公司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给中国的IT企业 一种信心的 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人们认为中国的IT企业 是不配拥有核心技术 Rubin不会因为 今天你做了一个小的技术改变 觉得这个不重要 你做这个改变过提升产品 它会为任何一个技术革新 为任何一个技术改变而激动 而鼓励我们继续走下去 所以今天的一小步 是明天的一大步 公司之所以很重视技术 这肯定是跟某兵自己是密切相关的 而且它很 更重要一点 它很相信技术的力量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大数据思维 都在讲人工智能 在讲算法 其实我相信 在2004年05年的时候 百度已经拥有这样的能力和基因了 人们还没有创造这些概念的时候 百度所拥有的这些能力 就憋在百度的工程师和产品经理的心中 坦白说 我说离开百度之后 我才真的理解百度 就是我从毕业到现在 换过七八份工作 个性非常自由 而且独立 没有创业之前 其实我没有钱的概念 创业之后 我知道钱是多么的宝贵 愿意在没有得到 明确收益的情况下 长期去投入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对我而言 实在百度 其实是我扎根很久的一家公司 我觉得企业重视技术 技术员有自由度去思考 我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 我们有自由去探索 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 2022年第一季 起到现在已经走到第23季了 30年里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 一共产生了3000多个创业 87个非法奖 16个行胜的演讲 他那个即使做出来的话 是用技术做出来的 还是手工做出来的 这个我可以解决你了 黑客马拉松是百度的传统 在成为大拿之前 多一个和大拿讨教的机会 也是好的 更何况 不管什么岗位 拿出想法 只要好用 分分钟上榜 我今天投了你的套 但是我就用了 您投了我的路 我都没有用 我没有用 特权 百度有一种传统 对智商低的人 有一种隐隐的伤害 就是你累积下来了 你终于了解了一些事情之后 你才说 原来当时他们是这样想问题的 你比人家玩五年和十年 明白一个事 难道 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事 即使是五年十年 见不到什么商业的回报 但如果你觉得 它在更长的时期内 能够会对这个社会 对人们产生一个正向的影响的话 我们还是能够做得起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够像百度这样 长期在基础基础领域 保持这么大投入 很多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来信 你没有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做投入 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取巧的 特别我所说的就是 刚才我谈到了 有很多现在一些大的技术革命和浪潮 在这些人下面 想把握住 是需要硬实力的 一定程度上最尖端的技术是买不来的 无论你出多少钱也不卖给你的 所以这一点不是钱的问题 是一个企业要想生生不息的发展 要想去一代一代的繁衍 那么我觉得 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因为百度你看现在你去考察一下 其实国内有很多的那种 技术性占主导的一些公司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技术 很重要的公司的技术负责人 基本上都是百度出去的 通过这一点你会看出 就是其实百度已经成为 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技术的 这么一个基因的一个输出者 应该是 我觉得我骨子里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但我表现出来 可能很多人不这样认为 因为理科生嘛 还是很讲逻辑 而且就是百度是有这种技术的这种DNA嘛 所以每天在跟我的同事在进行交流 跟他们尤其是讨论一个决策 或者一个方向的时候 即使是我不去那么理性的想这个事 那他们也一定会问 一定要在逻辑上能够给我说通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将来变成那个样子 我才会信你 最初的思考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理性 一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 我想去说服别人的时候 我就被逼着要用非常理性的方法来表达这些东西 才能够说服大家 人工智能技术跟百度的这种契合点 我认为是天然的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公司 需要做人工智能的各种各样的技术的话 那我们肯定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公司 搜索引擎的核心它就是人工智能 至于说它这个时候叫大数据 那时候叫语音 那个时候叫AI什么 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 因为它的核心技术是建立在这个人工智能之上的 2006年第一届百度世界大会举办的时候 那个时候百度的理想 百度的使命是让人们平等便捷的获取信息 找到所求 12年过去了 在很多人看来 世界正在不可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复杂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使得我们的生活 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美好 今天百度希望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把复杂的世界变得更简单 所以未来十年当智能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 我们的生产方式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当然如果我们再往长远的去想的话 我前段时间讲过一个我自己的理论 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让人获得永生 其实我最初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我父亲他在2017年的时候去世了 在去世之前我也录了很多他的声音 拍了很多照片什么这些 把他存起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有一个这种想法 我说有一天我能够把他这些资料都聚集起来 能够按照他的思维逻辑来推理一些事情 这样的话当我想跟他聊聊天的时候 我还能得到一些反应 其实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 为自己在想象一个产品 我是真的有这个需求 父亲在世的时候 我平时很忙 见他的时间也不多 我也很少做梦 但是他过世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已经梦到过他至少五六次 我觉得冥冥当中 我还是觉得有很多话 没来得及跟他说 有很多应该相处的时间 没有给到他 其实这是我特别后悔的 我父亲他是一个挺独立的人 给我的这种教导 让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 就是三君可多帅也 匹夫不可多志也 就是认准了就去做 不跟风不动摇 时至今日 AI已经展现出堪比再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可能性 得益于长久的坚持和耕耘 现在 百度已经与世界一流AI企业并肩 在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最受关注的十大AI领军人物榜当中 李彦宏成为全球十大AI领袖中 唯一一位中国企业家 2018年 李彦宏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并被评价为革新者 百度做AI 我们一直有一个理想 就是不管这个AI的技术多么的复杂 多么的先进 我们都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的 从中获益 在我们今年出了一个 叫做AI新人类的一个报告当中 实际上我们专门讲了 百度的AI技术 如何塑造了一批新的人类 那么这些人实际上 从他一出生开始 就被人工智能陪伴 可能很小的小孩 他就开始听小路在家 那么在我们未来的世界当中 其实我们可能会有 越来越多的情感方面的需求 会交给机器来打理 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 你看落天衣现在都已经很晃了 对吧 人通过机器来和物体来表达 自己的情感是一件很古老的事情 所以人才会有各种的手办理 会写信 会有各种各样的把自己的情感 寄托在物体上 那么纸模现在换成 人工智能的产品而已 首先放个妈妈 就是李原生 夏天要走吗 秋天要来了 这是真实用户录音 再听一个生马器的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聪明的小孩 名叫超重 生马器的最后两句话 是有问题的 听得生有点 但是我们的像素度很多 再听这个 这是新技术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聪明的小孩 名叫超重 你看最后两句就没有那种机器了 就是我们这套技术的缺点是还有不稳定的地方 我们的机器更像 机器有瑕疵的地方 有瑕疵的地方 我知道了 但是那个就是更大的瓶颈是NLP 也不是这个瓶颈合成 像刚才说的那种瓶颈什么的 各社会 我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是如果很长时间去体重的话 越像人 人体重的那种疲劳度越低 不像人会就有感觉到疲劳的 对 这让我觉得 我觉得不管那是没问题 我们团队应该是最先全世界 全世界最先 把这个技术用于产品落地的 而且这是整个世界研究的热力 大家都在想怎么办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 我觉得百度在语音理解这一块是 因为他的产品博士 是决定他做语音理解 是非常早了 非常深入的 百度在早期的时候 做这个人工智能布局 确实是全战式的 语音的识别 图像的识别 自然语言的理解 深度学习的框架 甚至很多东西 我们都把它开源了 现在 AI已经应用到身边的各个方面 语音识别 自动驾驶 银行智能客服 AI医疗 甚至AI创作 我也不喜欢刚才你说的那种 就是科技会 大家去想象科技给人带来什么样的这种 灾难或者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越是局外人 越喜欢去讲这些东西 将来就是 比如说我们研究 自动驾驶 汽车 那么很早 好多年前 人们就开始说 如果出现极端情况 对吧 就是说你拐弯的话 你可能就自己撞到这个护栏上 如果你直着往前走 你可能撞了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去撞谁 大家就说 如果这种伦理问题你研究不清楚 你不能去弄自动驾驶 其实 这种问题连人类司机都解决不了的 他现在就是自动驾驶 还没有到人类司机的这种水平 你干嘛 不要按着他说 你把这事儿讲清楚了 你再去研究 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哎呦 很多啊 因为这本身就是两个东西 人还是人 人是一个自然人 机器在很多地方比人类强大 但你说他在情感 他在很多 那种 无所谓对错的 这个东西上 你说他能够 具备人的能力 这个我觉得 这个方向就错了 保守的讲是离那个阶段还挺远 如果是让我更客观的来讲 我是认为永远达不到 机器可以学很多知识 但是它很难去理解那个常识 你知道一般的椅子 可能有四条椅 但你要说换一个椅子的形状 它有可能不知道了 事业能力还是蛮差的 机器 最困难的AI研究 是从最底层的系统 到产业的实践 全方面涵盖的研究 国内第一个AI深度学习平台 就来自百度 有了这个叫做飞奖的学习平台 想要使用AI技术的开发者们 就能像使用手机里的iOS 或是安卓操作系统开发APP一样 将AI技术应用于各行各业具体的要求 不直接是一个 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产品 或者是一个直接一个面对客户的业务 它是要做这样一个平台 就相当于我们凝聚着百度工程师的智慧的这些代码 都开放了大家 所以这个的确是也经过了不少讨论 应该开源 因为未来的话 可能每一个公司都需要很多人工智能的技术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公司都能够去雇那么多人 去开发人工智能的技术 百度有一万多个工程师 在做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 那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别人就不用再做了 我把它打开来 大家随便用 随便看 开源会让大家都少走弯路 会让整个赛道会更宽广 会让这个技术本身发展的会更快 这是中国第一款全功能的云端AI芯片 可以适用于语音图像 自然语言理解 自动驾驶等等 很多很多的方面 而且它的算力非常非常的强大 我们今天很高兴在发布一款 就是一个专用的芯片 就是面向原厂语音交互的芯片 百度红弧 百度的实力 从最有说服力的专利技术可见一斑 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排名中 百度以5712件位列第一 语音识别领域 远超三星加微软 竞争最激烈的自动驾驶领域 专利数超过了其他车企总和 财富杂志曾评选出全球人工智能四强 百度 谷歌 Facebook 和微软入选 这样的结果并不是运气 每年15%的研发投入 这在全球大型互联网公司中 都是领先的 大家会看到说 我们很多新业务 现在要么就是还是亏钱亏得很厉害 要么就是说这个收入还非常小 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对吧 我们这个生意的曙光在哪里 大家很自然地会问这种问题 我完全能够感受到 经过几年的这种热潮之后 其实现在进入一个相对 大家需要扩档 需要去真正看说 它到底对实体经济有多大的帮助 当然就是说 无论是当年我对互联网的这种信仰 还是今天我对AI的信仰 是丝毫没有降低的 我仍然认为AI是一个 堪比工业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浪潮 对吧 它一定会fundamentally改变 transform 几乎每一个我们今天的行业 黄炎培曾经提出 他一个社会的问题 经常是刚开始的时候 朝起蓬勃 但到后来了以后就变迟钝了 而智慧 smart 那么它是为智力提供的一种 巧实力 就是smart power 把smart power这种事情带入了经济 带入了社会 把人作为灵长被动物的这种特质 就表现出来了 这和工业社会可不一样了 工业社会是什么呢 是机器常住家 也就是没有灵的东西 我们在两年前和百度合作的时候 就是引导百度的人工智能在社会领域进行赋能 比方说一些残疾人 一些弱势群体 让他们更好的融入到数字社会 那么当时在设计这样一个项目的时候 当时我们想了一个名字 我们把它叫做普罗米修斯 意思也就是说 它盗取了火种带到人间 通过技术赋予了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名字被人抢住了 谁抢住了呢 就是百度自己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我们之前 百度的技术部门 他们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像普罗米修斯这样的人物 把火种带到人间 讲过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想做一个植物园 对植物很感兴趣 植物跟动物不一样 它比较安静 它不是老在动 动得越少的生物其实越长寿 所以看到植物它可以活很长很长时间 生命里会非常旺盛 不是每个公司都能将 以十年为周期的长故事的 因为长周期也意味着风险和煎熬 任何的伟大的公司它实际上都有沉浸期的 就是说它需要去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所以这个过程它可能在积蓄 就是说积攒自己的能量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们需要等待 百度现在就跟当年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微软一样 曾经有一段时间微软已经 大家认为它已经消失了 它已经是一个被替代的可有可无的公司了 但是微软重新会崛起 因为它的技术储备在那 今天百度仍然是我看到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 乃至世界的互联网公司里面 最拥有技术储备的公司 它还是拥有长期竞争力的 所以无论是作为百度的同事 作为百度的观察者 作为百度的朋友 我仍然对百度充满了强烈的信心 这种信心与它 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做得不够好 不坏 2005年8月12号 他刚刚离开公司三周 就8月5号百度上市 他其中有一句话 我依然保留的 就写得很让我难忘 他说 为人们提供最便捷的信息 获取方式是百度的使命 简单可依赖是百度的性格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要潜心专注于既定的目标 知我长 知我短 修身养性 不断完善 百度经历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清醒地认识自己 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目标 无论于人 于公司都是最为重要 我觉得Robin是一个非常君子的人 就是说他的脾气非常非常温和 也从来不对下属发脾气 他对别人总是非常好 对家庭也非常忠诚 我的手机绝大部分都是静音状态 所以经常都是有他的未接电话 但十多年过去了 他从来没有一次 在电话里面 非常生气的 或非常不理性的 顺问就说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你在什么地方 一次都没有 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含量 我觉得也是对整个人工的尊重 我们俩是互补型的 就是我的性格比较偏内向一点 他呢比较外向一点 我是慢性子 他是急性子 但是呢就是 白兜这创业20年 一般来说遇到什么问题 尤其是遇到坎坷的时候呢 我还是很愿意跟他讲一讲 那么他会讲一讲 他是怎么看这些事情的 有时候就是简单的说 吃完饭了 我说我们在小区里头散个步吧 然后大家就走一圈 走的过程当中呢 就讲一讲 现在遇到什么事情了之类的 这就是一个挺大的这种缓解 对压力的一种缓解 对你来说 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女儿出事了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你 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 就是诗的意思 跟你在荒野里差不多 因为也是要有勇气和勇敢 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做好了 想不到吧 对想不到 我特别感动 我想早一点回去见他 我是一个好人 那大家先想想自己要投身 将这群人聚集得这么齐全的 不是高层会议 而是老板李彦宏的家宴 据说李彦宏变成Robin海归回来 他是最早将杀人游戏这种桌游 带回国内互联网界的人之一 有一个经历要求追女朋友 让我孩子去游戏有空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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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